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双胞胎 豆豆果果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超级古早的韩宗 叫做我们结婚了 天呐 感觉说出来 都有点暴露年龄了 当时超火的几对假小CP 比如最火的 尼昆和宋倩的威尼夫妇 赵全和家人的亚当夫妇 徐贤和郑融和的红鼠夫妇 虽然吧 大家刻骨的CP都是假的 但是不得不耍 我姐真的是脸宗彼族 然而 最近韩国出了 一档综艺 本来以为只是脑洞 结果真的拍出来了 名字叫我们离婚了 刚不出第一集 韩网的收视率就爆了 最高达到14.7% 这档综艺就是 把已经离婚的夫妻找来 通过几天其夜的相处 了解彼此婚姻前后 真实的生活模样 从而重新对婚姻生活 进行反思的节目 好家伙 从我们结婚了 拍到我们离婚了 韩国人的大胆程度和创意 真的respect 照这个趋势 会不会再出一个我们分手了 我们出狱了 啊 妈妈妈妈 开玩笑啦 不过如果以后真的出了 大家一定要回来这里考古 手动搞头 那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 这档超高话题度 尴尬到脚趾扣地设定的 我们离婚了 第一队嘉宾是当年娱乐圈 知名度很高的模范夫妻 李银河和贤宇恩书 当年两人结婚 堪称世纪婚礼 占据了各大主流媒体的 头版头条 两人在1981年结婚 26年后突然宣布离婚 当年恩书独自出席 新闻发布会说 如果以后相处了好 不排除有复婚可能 但是 算上分居了这两年 这一次 是他们时隔15年后 再次单独相处 李银河今年已经是70岁了 嫌疑恩书 也已经是62岁了 不过时隔15年后 单独见面 你以为会是 大型吐槽加互私的场面吗 不不不不 没有互私也确实不狗血 但真是到令人窒息 你别说 还真的 有点东西 离婚后的多年间 他们其实一直都友好相处 因为孩子的关系 各种接下人也会见面 就在录制这次综艺的 四个月之前 他们还在大家庭中碰了面 出发前 嫌疑恩书还专门去做的妆发 像小女生一样 一边猜测对方 见到自己的第一表情 会是怎样的 一边不安的自问 他会把我当作女人看待吗 还贴心的为前夫 准备了食物 诶 那肯定很多人要疑惑了 离婚都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要上这个节目呢 银河说 我以后也是没多少 日子好活的人了 所以有些心结想解开 聊聊本不该是误会的误会 其实仔细想一下 一个70岁的人 可以说是活了大半辈子了 如果人生真的有什么遗憾 和误会的话 确实挺过意不缺 安叔说 我想再次感受一下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感受一下吧 所以他们沟通想做的 其实是给这么多年的情绪 一个交代 但两人真的如愿了吗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他们初次相见的场景 两人见面的场景真的是 隔着屏幕都觉得尴尬 可以看出来 女方一直在努力找话题 从吃过饭了吗 점심은 먹었어 가볍게 问道睡得好吗 배 안고파 그럼 잘 잤어 뭐 잘 잤지 뭐 结果对方的反应 见到银河没多久 安叔就哭了 나는 왜 지금 자기를 봤는데 눈물이 확 나지 시간이 아쉽지 않아 시간이 아쉽지 않아 哇 看到这里 我们两个单身狗 都要累奔了 然而面对直线发情的女方 男方就轻描淡写的 逼顾了回答 아니 근데 이제 며칠은 있을 건데 지금 우리가 너무 커피 한 잔 없이 말만 하고 还说自己心跳过快 都要吃就心完了 好家伙 我刚流出来眼泪 瞬间就缩回去了 真的 又好气 又好笑 可以感受得到 一个想诉说 一个却不愿倾听 女方也是急着想要在短短的节目 录制了几天时间里 把内心激散了 几十年的委屈和疑惑 全部释放出来 所以 她一刻不停的 发问进攻 在晚餐中 恩叔提到了 当年最大的那个误会 就是离婚后被谣传 被谣传得到某个财阀大亨的包养 虽然完全是谣言 但是那时候女方找男方借车 男方就说 怎么不找有钱的那位给她买呢 当年自以中的这句话 将她推向了深渊 甚至她在节目中说 要怎样证明她的清白呢 是不是死了就好了 作为观众真的觉得超级心疼 后来恩叔得了社交恐惧症和睡眠障碍 吃了三年的药 工作生活全面停滞 无法向门外走出一步 还有女方提到 当年生孩子的时候 男方一天都没有陪过床 通过女方的描述 更过分的是 自己坐完月子 特意跑去火车站 接丈夫演出回家时 还目睹她一手拉着女演员 一手拎着对方的行李箱 朝自己走过来 就连一生只有一次的新婚旅行 男方也是喊来自己的朋友 一起去玩 事实上李银河真的是 木讷不爱说话的类型吗 看节目来说 其实根本不是 闲言说就曾经控诉过 当年闹离婚 就是因为李银河应酬太多了 一周有六天晚上都要去朋友聚会 常常玩到凌晨四点才回家 节目组前下的时候 就发现 李银河每天晚上都有聚会邀约 是个非常会搞气氛的social king 在朋友面前开朗的他 跟在前妻面前寡言少语的他 根本就是判若良人啊 主持人就说 李银河就是特别典型的过去那种 传统家庭的父亲形象 不喜欢表达爱 也不会表达爱 在我们看来 因为李银河那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几十年的这种旧思想 其实现在有机会再次坦诚相对 他也还是不会表达 所以 险语文书一忍就忍了26年 这种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 才会一点一点杀死妻子的心 也是成为离婚雪崩之前的最后一片雪花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对离婚才七个月的夫妻 网红崔烤肉和刘子苏 他们俩都是韩国有人气的网红YouTuber 两人的恋情也是像玛丽苏韩剧的开篇那样一见钟情 后来凤子诚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常在YouTube上分享幸福生活外加撒狗粮 然而两人离婚离得猝不及防 结婚五年两人宣布离婚 当时超多颗CP的粉丝都一脸懵屁 可能因为离婚的时间并不长 所以这一对明显比之前那一对相处起来要轻松和谐很多 完全就像朋友一样互相开玩笑 甚至不告诉我们他们是离婚关系的话 看起来完全就像一对小情侣呀 初次见面卡罗对问紫苏 你看得出我有什么地方变了吗 结果真的是大胆发言 两个人的生活默契依然存在 女生洗脸的时候 男生还会自然地帮她抓住头发 跟上一对不同的是 这一对的男生很会做饭 还会做饭给女生吃 两个人聊天之间更是偷渡出一间 每晚都会帮女生按摩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是一连问号 甚至怀疑 我们确定看的不是我们结婚了吗 差点就要在离婚综艺里 客气CP来了 但随后节目慢慢揭示了 导致两人离婚的原因 那就是男方的父亲 一位80岁极度付钱 态度强硬 思想顽固的老人 而且他非常不满意 自己的这个儿媳 因为儿媳不对自己请安望后 自己凌晨起来时 不给主动做饭 父亲对女方极其不满 甚至还当着孙女的面 直接开骂的地步 讲话非常难听 丝毫不顾忌年幼的孩子 也在场的感受 其实早在婚前亲家见面时 男方的父亲就曾对女生的母亲出言不逊 在韩国过去的婚姻里 男方准备房子 女方准备嫁妆 父亲嫌弃女方家给的嫁妆太少 在女方妈妈面前说了狠话 给对方造成了很深的伤害 谈到这里 女生还默默撒起了眼泪 碍于男方的父亲原因 女方的妈妈即使想念外孙女 想接回来待两天都得不到同意 但是男方明显就是站在年妈的父亲这边骂 女生询问父亲为什么一直骂自己时 男方却又反问 真的不知道吗 一句话就能看出来 虽然她也对前妻感到愧疚 但内心深处可能还是赞同父亲的某些观点 如果说上一对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合适 那这一对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因素 甚至节目好几处都让我默默撤起餐厅只来擦眼泪 啊 我才不失了点滴呢 这两综艺在观众看八卦吃卦的同时 也同样代入感超强的给大家思考的余地 希望通过明星离婚的故事给结婚离婚 甚至单身的观众一起发 就像节目中提到的根据华盛顿医科大学的研究 人的一生当中遇到的十大压力当中 有四个都与婚姻有关 节目主持人更是幽默地说 如果不结婚 首先就少了四个家庭 真的是人间情形啊 很多朋友看完这个节目都说 啊 又是恐婚的一天 但是我们觉得 正式离婚和恐婚续婚是两回事 结婚和不结婚 离婚和复合都只是个人选择 不存在优劣 很多西方国家离婚有冷静期 但是我们觉得 结婚也同样需要冷静期 学会理解宽容 彼此尊重和善于亲切的感情 才是澄清其可贵的吧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不知道看完影片的你们 对于婚姻和爱心都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 啊 或许啊 杜果的言论也不一定对 嗯 毕竟我们两个单身狗啊 对于婚姻的认知 还是很有限的嘛 九神域真的是很强了 对 那么这档真实不做足的综艺 就安利给你们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加打开小铃铛哟 那豆豆果果就下期影片再见了 拜拜